讀者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毓民踢爆》 今天要继续踢爆这个泛民主派的黑金政治 根据那份机密档案披露 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 先后在13年6月7月和14年2月 分三次合共捐款350万元 给这个陈方安生 前政务司司长 现在这个所谓2020的召集人 陈太拒绝证实 但也没有否认 但是因为黎智英也认了 他说因为陈太有一档事 就是那个2020的组织或者智库 陈太民主阿婆和民主阿伯 去完美国、加拿大又去英国 最近去英国又受到冷待 原来李柱铭 作为这个资深大律师这么搭水 他一样有收这个黎智英的钱 是吧 这两位过气的所谓政客 是吧 去收黎智英钱 公众就似乎无从智悔 是吧 但是他们在这个所谓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里面 是吧 在那里翻文覆语 指手画脚 是吧 那是不是要向公众交代一下呢 是吧 你做政务司司长 那这个算不算是延后利益呢 是不是应该要交代一下呢 是吧 至于李柱铭和这个所谓黎智英两个人行系一气 那这个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是吧 说到李柱铭作为一个资深大律师 是非不分 是吧 就是 所谓是非不分就是 说回和我有关 他在这个黎智英 就是 和泛民的黑金政治 黑金交易的事件曝光之后 他在那个明报竟然有一篇文 那篇文呢 就是 就是 针对黄毓文 那篇文的标题呢 就叫做 蘇亚雷斯与黄毓文 那整篇文章的意思呢 就是说什么呢 我读一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 近年公众在电视上看到的黄毓文 总是青根报现的麻人 在议会里投集物品 令市民忘掉了他实在是变财机智 并博古通金 而这些年来 黄毓文对民主派所造成的创伤 乃是中共无法做到的 只因民主派跟中共敌我分明 因此中共的抹黑难以影响到民主派 可是黄毓文却是知名的民主派人士 但其激进行为的矛头 有时他不是指向中共 而是针对立场相对温和的同盟 他这般颠倒敌友的关系 使中共能助手如利 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 另外还有一段 苏瓦雷斯与黄毓文在各自领域 都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猛将 无奈却同样是冲动起来 便无法控制自己 苏瓦雷斯终须为其犯错道歉 至于黄毓文又打算如何 控制自己在立法会内的情绪呢 目前特区的民主发展正处生死关口 民主派的团结或凝聚市民的支持 当然非常重要 所以委实承受不了失控行为的损伤 然后黄毓文你实在不能再疯 我引述这两段 这两段就是对小弟是一个抹黑 我一个人有什么本事 去重创这个民主派呢 请问 是不是 团结关我什么事呢 我们是为相同而团结 不是为团结而相同 你民主党2010年 我们推动五居公投的时候 你抽我后腿 司徒华和民主党 拒绝参加这个五居公投 不得已还要杯葛五居公投 跟建制派一模一样 我都没有说你跟建制派狼狈为奸 抑制共产党 在此之前 然后你又利用这个 所谓反对五居公投 就跟共产党密室谈判 然后就支持这个政改方案 出败这个民主派的选民 经过那一天之后 小帝不断在选举中 追击民主派 民主党 2012年就只剩下四席了 这个就叫做重创历舌 但是这个是选民的决定 是不是 你不说 你是非不分 颠倒黑白 是不是 今时今日 你是为黎智英 为这个泛民主派去抬招 然后打压我们这些推动民主 真正推动民主的人 根本就无耻 刚才这两段 我是令他写文章 搏弃他 不过同日 在网上 有一篇文章 就是二次创作 他说明 本文为刊于7月22日明报 由李柱明赞写的 苏亚雷斯与黄毓民之二次创作 用他同样的语气 是不是 那条标题就叫做 卡斯拿斯与李柱明 李柱明就写一篇 叫做苏亚雷斯与黄毓民 来丑化抹黑我 但是这位网友 就写了一篇 卡斯拿斯与李柱明 我刚才引述那两段 他就写了一篇 他就写了一篇 李柱明那篇文章 就是二次创作的 不过就将苏亚雷斯 就换了卡斯拿斯 这个黄毓民就换了李柱明 刚才我引述那两段 他就这样说的 照样的 他说近年 公众在电视上看到李柱明 总是声称自己为港人发声 在背后却失去理智 他计定向黄毓民放箭 令市民都忘掉了 他实在是变财机智的大律师 而这些年来 李柱明对激进派所造成的创伤 但是中共无法做到的 只因激进派跟中共敌我分明 因此中共的抹黑 难以影响到激进派 可是李柱明 他是知名的民主派人士 但其连番言论的矛头 有时他不是指向中共 而是针对立场相对激进的反共者 他这般颠倒是非 使中共助手如利 豈不是… 这个是粗口 我不引述了 卡斯拉斯与李柱明在各自的领域 都是昔日 昔日都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猛将 我要说卡斯拉斯是西班牙国家门将 是吗? 无奈他同样是英雄辞毛 已不是罪当打的自己 卡斯拉斯终须为其犯错道歉 至于李柱明 又打算何时放弃 对黄毓民放暗箭呢? 目前香港政改正处生死关口 争取公民提名的时候 要立场鲜明是非常重要 所以激进派委实 受不了魏民主派拖后退的损伤 戴桢,你实在不能再退化 这就是用回李柱明 抹黑小弟那篇文章同样的语气 不过就对李柱明进行批判 是吗? 李柱明 就是我自己觉得 他譬如说去英美 就是黑灵于外国人 大家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 是吗? 或者他的政治立场 大家都知道他是民主派 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 但是他离开这个政坛之后 他自己门心自问 对香港民主有什么贡献呢? 除了日日同肥佬或密针 是吗? 如何去搞我们这些激进派之外 还有互断 你民主党做了这么多坏东西 是吗? 你在互断 每一次都 对我们 你就把我们的缺点放大它 不只是我 整个激进派 是吗? 就是 有些选举因缘 在这些节目上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割 是吗? 但是事实上 他是想影响整个选举结果 黎智英和李柱明都是 在2012年 小弟带领人民力量 参加这个立法会选举 是吗? 是吗? 三个議席 是吗? 那当然会抵消了他们的影响力 但是这是选举 是吗? 为什么 当时 2012年 人民力量 加上社民年 两个激进派 可以拿到27万票 而你民主党 一直以来 都是这个民主派的第一大党 你竟然得四席 拿到24万票 是吗? 这是香港选民 民主派选民的选择 是吗? 你现在抹黑别人 还不到自己清白的 你李柱明 以前头上有光环 是吗? 你是民主之父 大哥 现在是年龄与智慧成反比 你看我刚才引述那篇文章 还有较早前 我扔了一杯 是吗? 他竟然叫我道歉 和民主派道歉 这件事很荒谬 说我转移视线 影响他们的民主大业 因为有79万人电子公投 是吗? 我扔一杯就转移视线 这么厉害 接着他说我扔这杯 是有利共产党 我想问黎智英订钱 是不是有利共产党 黎智英订钱 是德英有利共产党的? 因为你认为泛民 这一班人的道德形象下落 是吧? 变成不堪的政客 贪钱的政客 是吧? 收了钱 又不申报 全部由所谓民主派的 所谓大将 或者英雄 是吧? 香港人很多 投票给你 盲目投票 你给那些民主派政客 认为你是为香港民主 去奋斗 为香港人发声 是吧? 结果原来你这班人 全部都是垃圾 是吧? 对共产党 对共产党最有利的客观上 是吧? 因为由你这个所谓捐款四千万 或者养住这班人 然后这件事结发了之后 这班人的形象下落 最可惜的是一个长毛 长毛也是一个英雄 也是一个人民英雄 很多人在心目中 对不对? 但是他收了这一百万之后 他这个人民英雄的光环 就已经没有了 更何况 长毛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甚至是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你是左派来的 你收一个大有派的捐款 你怎样去你的徒子徒孙 是吧? 这班左交去交代 这个就真的非常可惜 是吧? 你交代不了的 你是左派 你主张全民退休保障 最低工资 所有你的主张 都跟黎智英相反的 是吧? 给一百万就已经搞定了 是吧? 当然不止一百万 支持屠军行的那二百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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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可以收政治捐献 我也都信得我长毛收了这些钱 不会中饱私落 但是是不对 是吧? 政治不是这样还的 是吧? 是吧? 所以如果用李柱銘的逻辑 我扔个杯 就转移视线 有利共产党 我追击民主派 是吧? 选民的抉择 令到他丧失一些议席 这个又叫做有利共产党的话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今天 揭发了黎智英 是养着这班泛民主派的议员 是吧? 令到这班泛民主派 原本的道德形象败坏 是吧? 那是不是亦了共产党呢? 是吧? 所以这种逻辑是很荒谬的 正如人家质疑黎智英捐钱 给这些泛民主派 或者反过来质疑这些泛民主派 为什么收了黎智英的钱 又没有公布 是吧? 竟然那些亲民主派的媒体 名嘴 竟然敢不辨是非 颠倒黑白 用一些臭丛卵来比较 就是说 民建联也有收钱 民建联也有收钱 当然了 他是爷仰的 是吧? 个个都知道 是吧? 就是他坏 你就跟他一样那么坏 那你的道德形象就敗坏了 你不是说你是民主斗士来的吗? 为什么民主斗士 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所以如果用你这些署名的逻辑 是吧? 黎智英和泛民之间这些黑金政治 是令泛民臭不可闻 是吧? 泛民臭不可闻 支持他的人会减少 对谁最有利 当然是对共产党最有利 这个就是李柱銘的逻辑 是应该要这样说的 是吧? 所以就是 回头看看 也是很悲哀的 香港人 过去投票给这些人 是吧? 接着他们的所作所为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人有些歪论 支持民主 有什么问题 是吧? 人家可以说我支持爱国 有什么问题 是吧? 支持民主 做有益的事 这是肥佬黎说的 但是你支持这帮泛民主派 或者你养住这帮泛民主派 对香港有利吗? 是吧? 你去街上问十个十个都告诉你 不是吧 是吧? 我们这些 只不过是安徒生童话里面 国王的新衣 那条年轻 告诉你 泛民主派是坏人 是吧? 这个皇帝没有穿衣 你的人死都不肯信 是吧? 到现在都不信 我就真的救你不妥了 我再说你 对于是 我再说我 有什么疑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